卷起袖子摒气凝旋 接种AZ疫苗 医护人员面不改色 但坦言内心还是有点怕怕的 其实会 因为三种厂牌 好像都有它的副作用的存在 是不舒服发烧吗 大概就是血栓的余力 是我们最大的concern这样子啦 会担心副作用的 还有他们 耶兰罗东圣母医院 原本规划每天6T次72人施打 首日却仅有2T次24人 截至中午只有10人接种 我们相信科学 可是还是希望有人打了 看怎么样 纵观全台 金龙市有3269名医护 只有466人有意愿 不逃500剂 也只有300人要打 张英分到400剂 只有两成医护要接种 许多医护私下表态 你先打 我OK 就怕打完 血栓随之而来 这个血栓呢 十万分之一的机会 比在街上 被计程车撞到的几率还低 就算新光医院院长挂保证 但还是有些族群要注意 包括18岁以下民众 孕妇或者服用避孕药者 风险较高 接受荷尔蒙治疗者 也容易引发血栓 除此之外 施打后的副作用 接种部位 肿壮疼痛 肌肉痛 关节痛 发烧 胃寒或是恶心 都要找医师评估 发烧超过48小时 或是有严重过敏反应 就应该尽数就医 AZ疫苗开打 却引发副作用忧虑 医护们忘之却步 拒绝当白老鼠 记者综合报道 ako打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唐